今天是我們上了無稽課程的第一章 我們現在開始要介紹的部分是第一章的部分 我們課程的內容裡面第一章交出完畢以後呢 馬上就會介紹對稱和群論 所以各位在今天這個第一章結束以後 注意到這個六個問題的解答 然後就可以很快的進入到第四章的準備 第一章的目的呢是給各位一個 無稽化學的總體的印象概念 然後給各位介紹一下他們這些相關的名詞 跟他所涵蓋的研究內容是什麼 我們第一個現在要知道的是 我們這個課程裡面在這一章節會介紹哪一些東西 那這個課程的內容的上學期 我們會介紹的東西是第一章到第八章 我們今天介紹的第一章 然後進入到對稱的介紹 然後在十月初之後 我們就開始進入到分子軌律 然後再去複習一下原子結構 各位知道原子結構是各位在物理化學裡面 量化的部分 特別有這個深入探討過的部分 我們會研究他們的這個quant number 和它的這個wave function 還有它這個電子與電子交互作用的這個部分 然後接著我們就會進入到電解理論 也就是電子在原子之間形成間接的時候 共用的狀態 這個間接理論呢 各位在早期現在學到的部分呢 已經涵蓋過Lewis structure 注意到covalent bond Ionic bond 甚至到hydrogen bonding這個部分的簡單介紹 我們會move到molecular orbital的這個介紹 也就是分子軌律的介紹 然後我們會大量的利用分子軌律的觀念 去解釋下面的這個化學 第一個會介紹的化學是酸解化學 它會介紹 S跟Base它們的molecular orbital是什麼 然後介紹它們之間的相互能量 和它們之間的光譜是什麼 酸解化學完畢以後 我們會進入到solid state 注意到酸解化學大部分都是在solution state的 它的光譜 那固態化學呢 我們會介紹的東西呢 是各種晶體 它的這個結構 還有它們各種這個 不同固態化學的案例是什麼 然後介紹去最後一個部分 介紹的是竹竹化學 竹竹化學 是指具有s orbital跟p orbital的這些元素 這些元素 跟transition metal不一樣 下個學期我們介紹的主角呢 就是transition metal 也就是過渡金屬 那竹竹化學所介紹的東西呢 是 碱金屬 碱土金屬 跟後面那個p軌域的 還有p軌域的那些元素 那麼 因為我們就打算每一個元素 或者每一行 每一列的好好介紹 所以可能花的時間會比較多一點 那麼 我們這個課程裡面主要就是要先給各位建立了對稱和mo的關係 然後把它應用在其他的這個課題裡面 所以我們第一個題目說我們要介紹的是哪一些內容呢 我們會介紹對稱、分子軌域、間接 然後把它應用到酸鹼、固態和竹竹化學 接下來的下一個學期會介紹的是跟transition metal比較有關的 我們在用的這個課本呢是Missler這個所用的課本 是第五版 班代會在下課的時候問一下各位要購買的這個醫院 想統計一下跟書上聯絡 我們第一個要探討的問題是 What is inorganic chemistry 各位在二年級剛剛修過了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就是含碳的化學 無機化學呢就是非含碳的化學 所以在周期表上看起來呢 你們如果說一個學期學了一個碳化學的話 學無機化學需要好幾個學期 但是我們把它濃縮一下 在這裡面所介紹的部分呢 分成別類分成幾個區塊 像這個是碱金屬、碱土金屬這個部分 加上批軌域的這些人數 是稱之為竹竹元素 然後過度金屬的部分呢 是我們會在下課期裡面比較著重的 然後爛系金屬跟阿系金屬的部分 會在我們討論低軌域的時候 順便講這些F軌域的元素 所以我們的第二個 question 什麼是無機化學 然後順便介紹它這兩個主要領域是什麼 然後再介紹這兩個主要領域的名稱 一個是coordination chemistry 一個是organic 有機化學呢 有機化學呢 是研究碳、氫、氮、氧、氧的化學 那早期發展的時候是因為 以為有機化學的東西 它都是從生命體所產生的 之後發現尿素跟二氧化碳等類的東西 就屬於不見得一定要從生物體裡面 就可以合成出來的東西 然後就發現說 其實這樣的定義是不見得一定很好的一個定義 所以就定義說 含碳、氫、氧、氮、氮的化合物 是有機化合物 那無機化合物呢 就是有機化合物以外的所有化合物 包含元素就剛剛看到周期表的這些無機 那這個無機化學的領域呢 主要是探討金屬類的 那這個金屬呢 主要是main element S orbital跟P orbital 再加上另外transition metal是D orbital 和X9 Nanzenite這個F orbital的軌域的元素 這些元素 它所 跟其他的元素 或者其他的化合物合成的這個範疇 就是我們inorganic chemistry 要研究的範疇 主要的兩個領域裡面呢 配位化學 Coordination chemistry 第一個是配位化學 第二個是有機金屬化學 這個兩個領域呢 是我們在下面要介紹的領域 但是各位先要知道一下 它們兩者間的差別是什麼 Coordination chemistry 配位化學 通常是指金屬跟配位機的 之間的間接 這個配位機呢 我們稱之為L 或是英文的ligan 所謂配位機呢 是一些有機的 或者是無機的分子 它跟金屬結合的時候 通常都是具有碱性 也就是具有long pair electron 固兑電子 可以給金屬 那像這樣子的這個化學物呢 有具有metall跟ligan的間接 這些ligan呢 通常是含有氧、氮、鈴、鈴 這類的這個給予金屬的 Electron donor的Atom 這些原子團 跟金屬結合的總體 這個分子 我們稱之為coordination compound 配位化學物 那有機金屬化學呢 是間接了 無機化學跟有機化學之間 的一個混種 所以呢 這個領域有點不太好分 有一些Organom-Talib的教授呢 是屬於有機組 有一些Organom-Talib的教授 屬於無機組 他們做的東西呢 就是看你是放在 金屬的化合物的這個補余 多一些呢 還是說你只是拿金屬的化合物 拿來做有機合成的反應 多一些 那這個比率有的時候不太好分 所以其實是一個跨領域的東西 那把它印分在無機或者有機裡面 是不太正確的 它實際上是一個無機跟有機的集合 它的定義呢是 它要含有金屬與碳 Metal Carbon Bound 直接有連結的 這個間接可以是單件 可以三件 可以雙件 那有具有這樣子的間接的物種 我們就稱之為Organom-Metalic Compound 就是有機金屬化合物 那通常在有機金屬化合物的時候 探討的領域呢 都是一些催化 那麼比較代表性的例子呢 是Zigna-Nata Catalyst 就是一個做Poly-Rethylene的一個reaction 它的這個催化劑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 下一部分所來介紹的 是介紹一下有機跟無機 他們之間的異同 那有機的這個間接 各位都還記得 就是單件、雙件跟三件 然後都是用胎軌域去形成的 那在Inorganic Capture裡面 它的領域呢 就會更複雜一些 比較沒有見過的是 無機裡面有一個Quadrical Bound 就是四件 它的間接是從低軌域所形成的 那通常在有機跟無機裡面 比較不同的是它的這個配位數 因為如果說你在有機裡面的碳 你劃成了五隻腳 你就知道大概是錯的 除非你在研究非常複雜的 Britin Compound 或者是Carbocatine 才有那些例外 而且那個劍 雖然是五隻劍 實際上它還是四個加電子 但是在無機化學裡面呢 它所研究的這個化合物 中心原子 可以是各種不同的金屬 或者其他的組織元素 這個時候它的配位化合 配位數 就不限定在一定是這個四以下 它可以是到五六 甚至最高到十幾都有 那麼這個配位數的Number 在同一個元素裡面 也是不一樣的 那幾何形狀來講的話 有機化合物的幾個形狀都非常簡單 不是直線的 就是三表平面 要不然就是Tetrahedral 四表錐 但是在硬物概念Compound的話 各位如果還記得VSEPR的這個理論 所預計的這個不同的混層軌率 所造成的不同的這個結構 像這樣子的一個配位化合物 它是一個Otahedral的結構 也就是六配位 它用的軌域是D2 SP3就是混層軌域 這個是我們在第三章 會帶各位做一個仔細的介紹 各位如果還記得以前 土畫的內容的話 這個是屬於這個VSEPR 也就是Balance 有誰還記得VSEPR是什麼 很好 價格成電子複斥理論 我把它寫一下 好 這個故事是說 任何一個元素 它的所有周圍的架電子 都以它的電子對 每兩個乘一對的這種狀態來分布 如果有五對架電子的話 它們就會就是五配位 五配位的最好的形狀呢 就會是 Trigonal by Pyramid 就是 雙三角錐 好 那像這樣子的這個理論 它們從形狀 軌域的配 滾層 和它的形狀 做一個結合 這種理論的 預測 預測分子形狀的這個理論 用電子排斥的理論去解釋 這個是 所有的Ligen 排斥最遠的地方 如果它們不會靠近 所以最平均的分布的方式呢 是用Trigal的方式 會使得這六個 在空間裡面排列的時候 最能夠距離對方遠 這個是五配位的時候 四配位各位就會記得 四個 四個配位 這個是指突出紙面 這個是指 這應該是 碳 A B C D 碳 Tetrahedral的形碳 這個是四個領域 四個原子能夠分別最遠的這個狀態 當然最好不應該用碳 碳是因為共交建水形成SV3 並不是靠這個VSEPR理論 好 那比較的操控之間的差異 我們看一下幾個例子 在有機裡面講到的SIGMA棒跟Pi棒 都是用這個S軌域 或者是SIGMA的時候 也可以用兩個Pi的 這個一條直線的方式 形成SIGMA鍵 Pi鍵的話是形成上下兩鍵 有些記得SIGMA跟Pi之間的這個 定義上的差異是什麼 什麼叫做SIGMA棒 什麼叫做Pi棒 在以前高中大概是定義做說 首尾相接的是SIGMA棒 然後上下分層這個是Pi棒 這個說法比較不夠嚴謹 間接電子隊 間接電子隊 間接電子隊在原子連線之間的 在SIGMA棒上 兩根原子核中間連條線 它的這個間接電子 是在這個連線上面 甚至為SIGMA棒 Pi棒的話 是在它的上與下 是在連線的上與下 在那些連線的上與下 一條直線的上向 然後還是在承認 一條直線 在新的上路線 還有點線 一條直線 四條直線 有線 一條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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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MA剛拍棒是各位投稀的一個見解方式 但在無機裡面有一些金屬跟金屬之間的見解強度可以到達成件 除了一個SIGMA兩個Pi以外 還可以有一個Delta棒形成 這個第四個Delta棒在有機化學裡面是不存在的 這個見解會在我們第三章的時候給各位再做一個仔細的介紹 那在有機跟無機裡面的這個分子上的見解比較呢 看一下這個例子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看得出來在Eden這個部分 Inorganic的話是這種SIGMA在有機裡面就已經有存在 那這是一個Organomitalic的Compound 雙件的部分呢在無機裡面也有像氧這種分子 還有這個金屬金屬之間也有雙件 在這個地方的見解呢畫得比較模糊一點 實際上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公正式 所以它用這個虛線來代表 那這個部分呢是一個 還有碳 那些無機分子 無機這個元素的一個配位子 我們把它稱之為Ligen 這個Ligen配位到金屬上面去 這是一個 配位化學的這個例子 而這個有機金屬的部分呢 Croming跟Carbon形成的雙件 是一個有機金屬化合物 具有排件的一個例子 那麼在下面比較多重件的地方呢 三件 在無機裡面也有三件 金屬之間也可以形成三件 但是到Ligen這個例子的時候 甚至有四件的形成 這種是無機化學裡面的 見解比有機化學更複雜的一個實例 然後我們將來要探討的東西呢 就是如何判斷說 兩個金屬之間 到底有幾個見 然後它見解的時候 是用什麼樣的軌距去見解的 那見解的能量是 Sigma P 跟Delta 誰比較高 講到MO的時候呢 會再講這幾個領域 它的anti-bonding 整個MO的領域裡面 它的能量的高低誰高 然後呢 電子是往哪裡跳到哪裡 它的磁性是做什麼樣子的 它的光譜是什麼樣子的 這就是我們將來會在bonding的部分 討論的這個內容 下面在無機化學裡面呢 有比較特殊的例子是 我們所知道的碳跟氫 它的配位數不再是像 我們在有機化學裡面所見到的 各位早已經知道的是 鵬管的這個例子 鵬管的這個例子的氫 是接兩個元素的 那麼各位知道氫只有一個電子 能接兩個元素 是比較少見的例子 在這個地方呢 這種間解雖然畫的是直線 但是實際上它的電子呢 並不是兩個電子的一個直線 它所代表的是一個 Electron Diffusion Bonding 電子匮乏界 這種缺電子的間解 在金屬上面也有出現過 在金屬上面也有出現過 就像現在這個例子 這個氫它有一個電子 它有Hydro的話是兩個電子 然後它對於這兩個銅跟這個氫 三個中心共用它這兩個電子 這個叫做三中心兩電子鍵 2-Electron Diffusion Bound 這個呢也是一個2-Electron Diffusion Bound 這個Hydrogen呢 這個Hydry並不是在正中央 其實是在上面一點 下面一點 這可以經由那個 X方的這個 結構解析看得出來 像那種氫的那些 兩個電子的例子 在無機裡面還是蠻常見的 這個地方呢是Lithym的Methyl 也就是比較有 各位都知道的一個 甲基里的一個世紀 它通常是一個四巨物 這個時候你的碳呢 是接在中間 接三個李 那上面已經接了三個氫 所以這個李本身呢 接了六隻腳 但它接在李上面的這三隻腳 實際上都只有兩個電子 這種都屬於電子匮乏件的部分 這個領域會大概到下學期 我們在講有機金屬的時候 會特別再強調一下 如何算出它的電子數 如何看出它的間接形態 好 下面這個例子呢 是有機金屬的例子 那最出名的例子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Fericine Fericine就是五毛鐵 它是一個最早發現的有機金屬化合物 就是發現它以後才開啟的 有機金屬這個領域 那麼上面的五環跟下面的五環的結構 到底是頭對頭的Eclipse form呢 它還是旋轉以後 戳開頭對 這邊頭 Invert過來 翻轉過來 它過來的一個旋轉 旋轉多少度啊 3100 旋轉到這兩種中間的這個角度 那個叫做Stagger Form 那真正的Form呢 在結晶結構裡面看得出來的時候呢 發現到其實它是一個平均形態 也就是它有這樣子的結構 也有轉過去的結構 可見到它在這個地方 圓要去翻轉 是比較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個是一個類似的Compact Cruming的一個Feneric Compact 然後 這邊的Molefinant劍結 和它的這個配合化學劍 都是非常的複雜 那麼這個一方之間 到底是一件還是兩件還是三件呢 那以後我們在講漸結的時候 會根據他們的低電子軌域的多寡 來算出來18電子入以後算出來 它是不是合乎 這個我們一般的這個漸結的標準形態 像這樣的例子呢 甚至在白金的例子呢 有一連串直線的這種例子 是不是在 還有比較複雜一點的 像這個碳 它借了五隻腳 在有機裡面是不同意見到的 那這個碳呢 是借了六隻腳 那COO呢 可以 橋接在一個 金屬的表面上的那些例子 也是在 這些 有機制的化合物裡面 常常見到的 好 再來一個問題是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配位的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配位的 geometry 也就是幾何的構型呢 在無機裡面是比較特別的 比較常見的 無機化合物裡面呢 除了 除了其他 除了其他 以外 也是一個平面的結構 這個是一個 抗癌藥物 叫Sysplatin 順薄 化合物 是現今 最有效的無機抗癌藥物 然後下面呢 P4 白鈴 和這個 BORNNITRINE 他們的結構 跟本環很像 這個結構 還有這個 一大堆其他的 彭管 這些結構都會非常的不同 原因是因為 它並不是用 兩個電子 一個鍵 去間接別人的 那這樣一個複雜的間接 或甚至於用到的 delocalization 或者是resonance的觀念呢 會是在我們第三章 所介紹的一個主題 而這些東西呢 就會在其中考前 作為重點 比較 比較 新穎的一個 案例呢 是Tin-60的案例 Tin-60就叫做Barketball 就是 八顆球 跟足球的那個 花紋結構一樣 那 它的 研究裡說 它算是有機嗎 因為它全部都是碳 上面還有雙界 但是 它實際上 不是生物體 產生的 它是星際 那個 星際物質 最早發現的時候 是在 這個天文學上 發現到說 在星塵裡面 會有一個訊號 然後收集出來的訊號 在支部上面打出來的 剛好合乎 六十個碳 那最早是 被發現這個現象的時候 沒有人相信 後來 這個 研究比較進展了以後 定出它的結構 知道它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才知道它確實是 長成這個非常特別 對稱的一個現象 而 這個球 它的對稱 不是我們一般所知道的 Tetrahedral Trahedral 或者 Superplanar 它的這個情形 我們叫做 Icosahedial Icosahedial 的對稱形 相當高的 它的代號是IH 不過這個呢 我們會在講到 對稱的時候 才可以做一個例子 它的 雙界 雙界 並不是像一般有機的雙界 這麼強 原因是因為 一般的雙界 在有機裡面 這種本環都是一個平面 但它是因為 形成一個球狀 軀狀 所以它的開箭呢 這個批轨域 和這個批轨域 出來的時候呢 是兩邊是往外張開的 所以它的重叠性比較差 重叠性比較差的時候 它的箭就比較弱 所以它其實不到一個 雙界的這個箭 因此呢 它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做其他的配位 在這個地方 而我們無敵組的 葉文彥老師 在這個領域裡面 發表了一兩片相當不錯的論文 那就是用這個 潘流式的這個東西 它不只是在這個地方做結構 它在裡面也放出兩個金屬 球裡面放金屬 然後外面的部分呢 再接上這個大的 這個有機金屬化合物 然後甚至兩個球在之間接起來 那是非常複雜的一些 碳流式的化合物 碳流式的這個用處呢 可以用在超導體 可以用在抗癌藥物 可以用在奇怪的光碟這個指示機上 那最後一個問題 我們看看 為什麼要學無激化學 除了要考試以外 無激化學在企業界上是很有用處的 它在人類歷史上面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很早就跟我們人類歷史有關係 除了我們在礦物上面 常常要挖出很多的礦物 給我們生活上的用處 金、銀、銅這些貴重金屬 在我們生命中也是 甚至經濟系統裡面是佔有一個重要角色 但是這些化合物呢 現在變成非常的這個有用 譬如金 不只是用來做金等位的一個衡量 金的化合物主要是用來做這個風濕症 這個藥物 那現在的金奈米呢 也把它應用在各種的領域裡面 不論是藥物的指示機、細菌、細胞、染色的追蹤 或者是這個光學材料 或者是各種不同的光電材料 甚至這個藥物都有 用在這些基礎化合物上面 仔細我就不再說了 我舉一個特別的例子 在無機裡面 我們大概會講到的是 Crystal Fuel Theory跟Ligan Fuel Theory 也就是這個結晶場論 各位如果還沒有聽過的話 回去翻譯一下你們普通化學 大概是最後面的23章左右 介紹過渡金屬的時候 有介紹這個領域 這些東西是解釋 藍寶石為什麼是藍色 紅寶石為什麼是紅色 有機金屬化合物 或者Transition Metal的這些配合化合物 它們的顏色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它的光譜 怎能判定它的金屬的架數跟它的性質 這都是非常有用的一個理論 因此這些理論的發展 讓我們能夠知道 無機化學 這些化合物長什麼樣子 光譜是怎麼樣判定 將來有什麼用處 它有沒有磁性 它有沒有光的性質 它有沒有導熱的性質 然後 無機化學 在現在發展裡面 比較被常用的 已經過去幾十年 最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催化的角色 催化劑呢 就是這個歐美國家賺我們錢的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這個台塑的石油 還有這個化學、塑膠產物 這些所有的工程 還有我們產品 都大概在台灣的產量 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或者到第四 甚至全世界的這個塑膠 某一些塑膠的 藥材的需求量 有一半以上是從台灣這邊生產 可是在生產的時候 這過程中所用到的催化劑呢 都是國外的催化劑 那這國外的催化劑 只要一點點 那就可以賣得非常貴 那這種事情 現在慢慢的 我們會玩這個遊戲以後呢 也就不見得是靠歐美國人家做這件事 各位的學長 有一位 我忘了是地基業的學長 他是中山大學學士畢業 然後到清華去讀國士 然後到了長青化工去做研究員 然後他是有機出身 就被派去研究一個無機化學領域的事情 就是台積電的製程 台積電的銅製程 然後呢 他們跟工研院合作 做一些這個研磨材料 那這些東西呢 都是非常簡單的一些化合物 但是你找不到那個調配的這個配位的這個 賣給台積電的人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十水 他只要把那個藥品 合成出來以後 水龍頭打開 這麼一大桶的東西 就幾萬美金的賣給台積電 因此他就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 然後自己就變成董事長 然後就非常的發達 所以各位如果將做研究 哪一天老闆派你去研究一個金基母 然後你真是花了一年的麻 做出來的話 你有可能在五年內就變成了總經理 這是一個美好的人生 但在人生裡面呢 除了這一些事情以外 還有比較更基本的生命的議題要探討 而這個跟我們無機化學呢 也非常有相關 這個Bio organic chemistry呢 是一個最近在無機化學裡面 比較清新的一個領域 這個領域裡面要求你 不是要懂生化而已 或者說你不太懂生化也沒有關係 只要學生化的人告訴你 說這個東西很重要 但是你如果懂得金屬 然後你知道這個金屬 在無機化合物裡面 它的作用是什麼 因此對於人生、物質、生物體、細菌、細胞 它的影響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研究這個領域 甚至能夠控制出製造出人造血 製造出人造的酵素 那這個當然也是還有商機的東西 但是跟環境化學或者是跟生命科學 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我們最後會舉一個例子給各位看 無機化學另外一個比較新興的利用 是在Nano Technology裡面 這裡面除了我們講的這個 陳俊惠老師所研究的石沃熙 還有一些這個陳俊惠老師研究的碳管 還有很多人研究的這個巴克球 這些東西呢 有很多的光學、電學、催化 跟這個環保的性質 還有光學的性質 這都可以拿去做很多的應用 還有一些是用來做潤滑劑 那Higlobin 雪紅素 這就是Bioin-Urganic Chemistry 無稱無機裡面的一個最主要的例子 那各位曉得這個雪紅素呢 它包含了四個subunit 四個單元 這每個單元裡面中間有一個 像土星一樣的這個結構 就是一個紫質或者稱之為土靈的一個有機化物 這有機化物是一個平面狀的東西 然後中間有一個鐵離子在裡面 而這個鐵離子呢 接受了氧以後 它就會產生這個位置的改變 就是說這個氧的電子給了金屬 金屬就會產生價位上的改變 因此它的配位型態也會做改變 因此在這個地方呢 就會有一個進出的這個動作 那麼氧接上去以後 它就接進去了以後 它就會使得這個骨架呢 觸動到其他的骨架 然後連動的其他的部分呢 也開始接受到其他的氧 在這種狀況下呢 我們稱之為它是一個協同效應 就是接了一個氧 後面三個氧就會讓它接上去 這樣子一起把氧接上去以後 經過了diffusion 出送 從肺到血液到肌肉 然後到了肌肉以後呢 它的這個氧的濃度很低 所以它就會自動被釋放出來 那麼把氧釋放出來了以後 那麼就得到了一個氧傳輸的這個動作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無積化學的 一個鐵離子 二加鐵離子 如何接到氧 接了之後 非位數是多少 它結合強數強還是不強 在什麼狀況下 什麼pH值它要放出來 那麼這些都是它的這個 無積化學在酸碱反應下的 一個化學行為 如果了解這一點 你就了解呼吸作用是怎麼進行的 這就是我們生物無積裡面的一個領域 那環境化學上面當然我們也不能夠這個逃離 在這個臭氧層的這個研究上面 臭氧層的這個動力學 雖然是物理學家研究出來的 它的無積上面講它的這個作用 還有它的這個光譜 它的這個反應激轉 這就是無積化學裡面 跟環境有關的餘域體 那歐種在生活上面常用到在哪裡 各位知道我們在洗衣機裡面 常常會說它也有臭氧的功能 如果真的有這種洗衣機 請各位在洗衣服的時候不要再靠近它 因為臭氧會破壞你自己的這個細胞 破壞細胞的方式是 細胞的表皮上面呢 會有一些生物分子 這些生物分子都是有雙墊的 這些雙墊呢被臭氧層攻擊以後 就會形成epoxy 形成epoxy以後 就會破壞掉你的這個膜 然後造成細胞的死亡 所以臭氧是有毒的 在高濃度上面是危險的 那其他的利用呢 我們稍微再很快的仔細調一下 除了催化以外 半導體也可以常常用得到 然後還有一些在高分子化學上面用得到 不只是有機的高分子 甚至有些無機的高分子 像這個細油這一類的東西 然後超導的物質 還有這個 各位這個叫什麼 雷射鼻啊 這些東西都是從這些超導物質 一些nitrite 所形成光骨 利用出來的一個材料 那現在比較多的是這個磁性物質 磁性物質可以在生物體上面做標記 也可以在材料上面做應用 還有Lubricum的潤滑劑 Nano structure的這個Material 好處在哪裡呢 它可以改變機械性、韌性 還有錫光性做這個太陽能電池等等 Fertilizer 產的這個肥料 還有這個油漆 Titanium Oxide 二氧化碳現在出名的地方 不只是做油漆了 各位比較知道的是 它現在也可以用在太陽能電池上面 燃料米化電池 各位如果還記得 在大一的時候做過這個燃料米化電池 就知道那個白色的粉那個膠 是二氧化碳 好 那你們記得 好 那其他的這些應用 我就不再一一的再說 好 這是另外一個biological生物上的應用 一個是維他命B12 一個是葉綠素 這葉綠素裡面的這個鎂 在一個四環退位的一個大環繩子下面 這些東西的結構和它的光輔和它的電性 是研究生物化學裡面 電子如何全體 水怎麼變成氫氣氧氣 一個重要的液體裡面的一個主角 好 問題一下我們大概今天學到的東西 就是這六個問題的主要內容 各位如果能夠知道它的背景是什麼 它的答案是什麼 大概就知道 我們大概無激化學 大概涵看哪一些領域有什麼用處 剩下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能夠 介紹一下 先看過影片 好 第四張 所介紹的東西是對稱 我們很快的先介紹一下的內容 各位以前學過的一個課程 叫做group theory 這個是FA Carson這個人 老牌的一個無機先進 他所寫的課文 各位希望在這個禮拜裡面 複習一下你們在群論部分 所學到的內容 尤其是它的那個名詞解釋 跟它的那個案例 天然界本來就有很多對稱 各位看得出來這裡面有什麼對稱嗎 雖然是螺旋狀 各位看到它是有轉軸的對稱 而這個地方呢 是有面的對稱 跟C組的對稱 也就是二轉軸 180度轉軸的對稱 那在很多地方都有 在螺旋的地方 也就是那個瓜牛 或者是貝殼裡面 它是一個三度公斤螺旋的一個對稱 海星是五軸對稱 斑馬是面形對稱 這些在人身上 動物身上 都看得到這些對稱 人也是有這種面的對稱 那這個荷蘭的一個畫家 叫Michael Asher 他的畫我很喜歡 就是歡迎做結晶學的人 特別喜歡 因為他看起來很像是 原子堆積成是晶體的這種架構 這支海馬呢 是有不同顏色的海馬 那麼它之間的對稱呢 這個兩個白色的海馬呢 正中央這個地方是有一個對稱 各位知道這個什麼對稱 如果你用轉軸看的話 它是一個二轉軸 如果是用對稱中心來看的話 在二度空間的對稱中心 它是一個對稱中心 inversion center 就是頭對頭 眼睛對眼睛 尾巴對尾巴 可以準備翻轉過去 那麼各位要熟悉的東西就是 看到圖 看到化學分子 要判定 它有哪一些對稱 那有哪一些是對稱呢 對稱有五個主要的對稱 那這五個主要的對稱 E Identity CN 轉軸 I Inversion center Sigma 平面 面對稱 有SigmaV SigmaH H 好 你還有H Sigma D是在我們群人的時候會介紹 還有一個 improper rotation SN 這個呢 就是 rotation 再加上reflection 也就是加上界面 一個組合的對稱 這五個對稱 各自是什麼 定義 怎麼樣操作 在一個分子裡面 它存在不存在 你要練習去把它認出來 方法就是 讀這個章節 這個第四章裡面的立題 它都會寫出答案來 那你們各位從頭看一遍 我們上課的時候 可以比較順利的 go through下去 好 像這個圖裡面的對稱 有沒有看得出來 它是什麼樣的對稱 它有五個軸對稱 好 那 巴黎鐵塔是什麼對稱 從正上方往下看 四軸對稱 還有門面的對稱 有沒有二軸對稱 都有 好 它們有什麼 inversion center OK 也沒有S 好 這個分子有什麼樣的對稱 最高對稱 radian和radian之間的直線這個軸呢 是通過CO的這個分子 它是主軸的C4軸 C4軸 C2軸本身也就是C2軸的重疊 好 兩次C 水C2軸 C4軸有重疊 另外一個C2軸在哪裡 很多 好 這個地方 這樣穿過去 都是 C2軸 還有平面 還有 這中間有個面 面心的對稱 有個面的對稱 好 那我們 下一個禮拜上課的時候的重點 就是介紹這五個 對稱元素 它的案例是什麼 然後呢 反過來 給你一個分子 請你告訴我 它裡面有幾個對稱的元素 好 然後再從這個對稱元素 把它歸結出來 它的點群是什麼 好 至於什麼是點群 我們下個禮拜再做介紹 好 謝謝各位同學 好